有網友在嘉義縣議會附近目擊到圍停的亂象 車輛停在人行道上 引來網友留言嘲諷說 南部城就是南部的日常 當地民眾還有警方說 當天因為舉辦活動 所以遊客貪圖方便才會亂停 不過記者前往採訪的這一天 路邊停車隔幾乎是空的 還是有駕駛人貪圖方便 圍停紅線 有網友自稱無聊 開車到嘉義縣議會附近逛逛 結果看到處處都是圍停 草坪上停滿一整排車 還是直接開上人行道並排停 違規的情況讓他大開眼界 不禁發問到處停真的沒有關係嗎 當地民眾表示 平日縣議會附近車流量稀少 違停情況不常見 只有舉辦活動才會有車輛亂停 但這一天沒有活動 附近道路兩旁停車隔幾乎都是空的 卻還是有人貪圖方便 圍停紅線 遠景當場進行舉發 在下日相關單位有舉辦市集活動的時候 有一些民眾會貪圖方便 回歸停車 這篇圍停PO文引發熱議 有網民回應留言狂酸 南部不意外是生活日常 但也有人跳出來緩夾 不要說南部了 到處都是這樣 與地方無關 記者張俊榮嘉義報導 下部下集團